欢迎来到可乐都市传说系列第三期矿洞中的秘密 注意看 这群男人正在从煤矿中开采骨块 原来是昨天光头旧帐上厕所的时候 被一块骨头卡住了自己的屁股 部落中拥有小学文凭的小帅 敏锐地察觉到这件事情并不简单 很快他就在厕所下面的山洞里 发现了这种跨石架 紧接着越来越多的骨架就被从地下找到 这让小帅产生了疑惑 他们是远古生物吗 为什么这些骨块都靠得这么近 难道他们都是红优 故事要说回一群原始人 他们是MC大陆的原住民 也就是村民的祖先 为了生存 他们学会了用工具台制造工具 还掌握了火 虽然拥有这些强大的技能 但原始人却只能勉强维持生存 原因是 这世界上存在着另一种强大的生物 这种生物看起来没有任何的攻击手段 但千万不要被它的外表批变 因为它掌握着自然界最强的力量 爆破 而这种生物被原始人称之为 意思就是毛骨索然的东西 无数的原始 在日复一日的试探中 终于发现了 如果与这些大朋友相处 但包括这种力量 又只是普通人能掌握的 一次意外 远古苦力帕引发了大爆炸 炸死了附近所有的巨型生物 遗留的骨架随着时间被掩埋 成为了矿洞中发现的骨块 至于苦力帕为何会变成如今的样子 那就是下一个故事